過去讓它過去 來不及 從頭喜歡你 他也類似這樣的 對 然後讓我們開開心心面對 現在三個問題 你現在還緊張 我還緊張 我覺得我臉還蠻僵的 其實我覺得 成就感是最好的克星 找到一件讓你很有滿足感 很有成就感的事情的時候 你的思想很自然就會導向 比較樂觀的方向 對某些人而言 音樂只是一種陪襯的娛樂 而對某些人來說 音樂不只是一種陪伴 一種享受 更是一段人生 如果有一首歌 能夠代表你某一段人生故事 那麼哪一首會是你 給自己的一首歌 歡迎大家收看 給自己的一首歌第一集 你們看得出來我很緊張嗎 但是我真的非常幸運 就是集合宇宙的力量 讓我在第一集就可以邀請到 這一位大來賓 林曉培 CIN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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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爱我太潦草 没有一次说到做到 多少次你和我一言不合就拉倒 每一次都是我不再计较才和好 我的心情随你不低优 我的温柔 离不上她的眼泪 我的防备 挡不住她的亲爱 眼睁睁看你 从眼前慢慢退 慢慢退 我的真心 离不上她的娇媚 我的药不挽不回你一些些 我该就此放手 不再追 我该就此放手 我该就此放手 她的眼泪的朋友可以听一看这个版本 其实我很喜欢把一些快歌改成慢歌 或是把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的音乐把它简单化 去找到中间的那个核心 很纯粹的一点 对所以以后在这个单元大家可能都会看到我尝试把一些不管是新歌或者是比较老的歌拿出来重新再调整过 我觉得这样很棒 我不知道原来就是纯粹的Piano 然后去弹奏她的副歌原来她的旋律性是这么的强 对 因为我常唱Live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习惯就是 她的眼泪是这样的 对 然后让我们开开心心面对 小鱼塞的问 对 我刚才在开录前竟然听到这个故事 原来她的眼泪是一首关于小三的歌 在小三界红钱的这首歌 因为对不对 我的温柔比不上她 我什么都比不上她 可是那应该是大 应该是老婆唱的歌吧 呃其实角色互换 都可以 大家都会觉得 对对对对对 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在爱情的世界里 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 刚刚这样唱起来算是 突然间觉得有一种惆怅的感觉 其实呢刚才的开场歌曲呢 是这个单元是这样的 因为大家看第一集 我稍微说明一下 好啊 开场我选一首歌 给这位来宾唱 然后我在这个单元的后面 我会请歌手 自己选出他生命中的一首歌 想要给自己的一首歌 为大家诠释 然后一样是由我伴奏 我这次选的三首歌 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对然后另外一首呢 是国境之难 然后为什么我会选这首歌 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好几年 完全没有你的消息 所以我再次看到你 听到你的名字 是突然间在海角7号里 发现 哦他还在 那个时候会其实 其实觉得蛮感动的 谢谢 因为觉得 也许又有机会可以听到 新的作品 然后还有另外一首 在搜寻的时候 这是我超爱 叫做诗意 爱不会让人受伤 是黄烟让我受过 够了绝望 阳光照顾 不尽我开的窗 就是那首歌很可怜 对 真的非常 后悔放弃自己 后悔贪图过你给的甜蜜 后悔太相信你 闭上了眼睛 不敢回忆 他太走心了 对他真的很走心 对 第一集咱们就 先来开胃一下 对对对 先让我练一下 好可怕 之后我们有 一定还有机会再合作 所以我想问薛娜 就是经过了人生 这么多的高低起伏 因为其实这个单元就是 学出来的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 陪伴我们走过 可能某一段日子的 一首歌 那我想要问薛娜的是 是什么支撑你走到现在 其实上次交易的时候 我就已经很感动了 交易也很辛苦啊 交易那时候毕竟还是独立音乐 对 欠了银行很多钱 才做出来的 那这一次有了 全新加入的公司 全新的团队 所以就很久很久 没有这种安全感 跟一种 就是很感恩 你就会觉得 你再也不孤单了 你再也不只是 你自己 然后跟伙伴的打拼 而是 现在是整个团队在支撑你 大家有说嘛 就是我自己选出一首 然后我请Shinno也选出一首 对 他给自己的一首歌 那他选了 心动 那我可以先稍微知道为什么 心动这首歌对你而言是你生命中的那首歌吗 你知道心动除了是 呃 我记得那时候是99年的时候 嗯 嗯 张爱嘉导演的电影 对 心动 心动 金城 梁勇齐 梦 对 梦 我那时候甚至还请教了张姐 就是张爱嘉导演 我还请教张姐 为什么会选择我的声音来唱这么美的歌 他说其实他就是要一把破碎的声音 我一听到破碎我就懂了 不知道现在大家有多少人 还记得心动在演什么 或者是这部电影的内容 对 但是大家永远都不会忘记心动这首歌 而且我觉得心动 心动出现了之后 其实 这么多年来 在我每一次唱的时候都 他慢慢的升华成为一种 不一样的感觉歌 甚至我现在唱他都有点像唱诗歌 非常的奇特 然后就是 嗯 像大概 大概15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我乐团的吉他手 因为他是 我在出唱片之前 我们在PUB里面就一起合作 是我的团长 然后也是我的琴贾 是我的表哥 吓死我了 所以是我的情人 然后有一次就是 就是他被采访到 他被采访到 他居然跟人家讲说 嗯 我也觉得他很奇怪 哪有人一首歌 已经唱了几百几千遍了 他还要哭 哈哈哈哈 我觉得 好啦 是自己人家人没错 但是讲话也不要这么直白 大家在看嘛 对不对 但是我好像可以理解 因为他会随着你的生命 他会有不同的意义 然后他也许你会在每个阶段 你在面对这首歌的时候 他会回给你一些新的 然后我觉得 其实大家也许你可以淡忘掉 那部电影的内容或什么 但是你听到心动 你绝对不会忘记的是 影响到你或真的感动到你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 对 你自己背后的这一个 你属于你自己的电影画面是什么 他有可能是 友情 对 你可能学生时期的某一段岁月 然后你那个时候身边的人 也许那些人都已经 早就不在你身边了 但是你那个情感 其实是会留着的 我会选择他在这个时候 因为如果是给我自己的一首歌 我觉得心动是真的 在我生命中 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然后我也因为心动 然后我可以陪着很多人 比方说去经历他们人生中 很重要的时刻 所以我们今天也很荣幸 可以听到 我们还没唱心动 还没 还没啊 我们刚才就是只有 我讲了一副好像我语终 还没 还没 有多久没见你 你 以为你在哪里 原来就住在我心底 背伴着我的呼吸 有多远的距离 有多远的距离 来不及 来不及 从头喜欢你 白云缠绕着蓝天 好 如果不能够永远 永远都在一起 也至少给我们 怀念的勇气 拥抱的距离 拥抱的距离 好让你明白 我心动的痕迹 总是想再见你 还试着打探你 还试着打探你 小心 原来你就住在 我的身体 守护我的回忆 这次我们邀请到Shino是因为 Shino要推出新的作品 叫做《愿我》 对 词曲都是戴佩妮写的 对 然后那个歌词我真的是 第一想说 为什么她可以写出这么 感觉很贴合人心的歌词 我们两个在电话里面 已经不知道 就开阔音 就像你刚刚这样 在《愿我》前面 你们算是一起把这首歌 生出来的 她先跟我说 我先写了一个A 你听听看 然后我就 好 我就听嘛 然后我就觉得 天啊 我真的觉得 你就是个才女啊 你怎么这么会写啊 然后你就说 你有什么想法吗 然后我就 跟她分享了一些 很深刻的 我希望 经由她的巧思 跟她的才华 来帮我可以 消弭掉这一段 很久以前的一个 一直放在心上 一直过不去的 一个感情的事情 我就跟她分享了 这一个故事 然后她就 也才几天吧 她就把后面的歌词写出来 然后又先让我听 然后她先哼了副歌 然后她告诉我说 我希望这首歌是怨我 因为我们常常祝福别人 对 我愿你身体健康 平安什么的 可是很少 很少时候你会把 这个祝福转向自己 所以 Penny等于 借由这首歌 除了让我 就是从这一个 你知道 这一个桎梏 脱离出来之外 我觉得 更重要的是 她说 这种缘分很难得 是 所以她借由这首歌 是等于是 她送给我的一种祝福 然后我唱的时候 其实我也会觉得 一开始当然很困难 但是 趁着唱着 就越来越明白 越来越豁达了 因为我觉得她的歌词就是 你到一半 你会突然间 发现 我必须要对自己 说这些话 然后她就会变成自己 给自己的一种力量 我前几天看到 你已经开通你的YouTube频道 第一篇就是 你去拍摄你的宣传照 专辑封面照 陈品 请多多指教 请多多指教 是钟平导演拍的 对 对 然后 你只有1998年 对对对 你跟她缘分 我觉得可以到位聊一下这个 就是 黄中平老师 那个让人印象很深刻的封面 然后我这一次 用我的MV 时光的剧场的MV 都是由钟平导演 真的喔 钟平老师操刀的 虽然专辑才三首歌 但是我觉得 EP啦 对的EP才三首歌 但是我听下来 我觉得 虽然她就像你说的 她比较简单 她不会有太浮夸的 比如说旋律 或者是歌喉的展现 或者是像以前那种 摇滚的东西 但是这次 因为我跟陈建琦老师 在剧场合作过几次 所以我其实我对她的风格是熟悉的 所以我很意外可以在虚弄的 对不对 作品里面听到 建琦老师的风格 我 时光剧场 我写这个歌词 但这首歌的歌词是你写的 对 我写的时候我还觉得 哇 这一定很适合就是 到时候演唱会的时候 跟大家一起唱这样 欢迎来到属于我们 对 时光的剧场 遇到了建琦老师的时候 其实 建琦老师就真的很像我脑海里面 因为之前有一个 劇场的演出 对 又在创作的时候 发现 真的耶 其实就是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所以就是很多的感受感动在里面 然后写了时光剧场 而且你还写另外一首也是你写的歌 对 Greta也是我写的 我觉得她很适合在露营的晚上播 对 因为她有一种 在火在前跳舞 对 对 她有一个萤火 对 她是不是有牵涉到一些环保的意义 其实我是 歌名她就叫Greta 其实她是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气候女孩 就是有这样的案例 所以你是用感觉出来的那个心情 去写成这首歌 对 因为其实我很 我很心疼孩子 我其实做很多很多公益活动 都是为了孩子 很多其实真的很多 因为我在做功课的时候 上你的粉专去看 真的不是每一篇都是公益活 不是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刷成就感 对 我觉得成就感对我这个人很重要 就是我会觉得 今天我有完成一件我觉得值得 就是这样 我懂 的那个感觉的事情 我就会觉得很快乐 我就会觉得我今天很充实 我觉得成就感对于某些人而言 其实对我而言可能也是 当然 它是一种 让自己可以继续支撑下去的 Yes 力量 就像 其实我觉得成就感是最好的 克星 对 如果你找到一件让你很有 很有满足感 很有成就感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的思想很自然就会导向 比较乐观的方向 是 是真的 也会比较清晰 对 那些让你觉得 嘿 事情总比较容易有答案 而且你会有一个方向 不管它是 那个方向可以支撑你多久 Yes 但是至少你有下一步踏出去 对 你有了第一步你就会有第二步 第三步 对 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 就算你 背负着一些辛苦 是的 谁都有辛苦的 是 现在出了社会的还是更明白 那 其实我觉得就是 一步一步的走 然后 我也会 就是很努力 然后我也很荣幸 第一集陪你一起 跨出这一步 然后 之后如果我们还是 文件踏实的一步一步的走 是 总会让我走到演唱会的 对 真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 像你刚才说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觉得 音乐其实就是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 扮演的一些角色 我们自己有时候很需要 一首歌 像我自己身为创作者的话 有时候 当别人告诉我说 我的哪一首歌 你一定也是这种感觉 因为你是歌手 影响了他什么 或者是陪伴他度过什么 就算你自己常常觉得 否定自己 或者是觉得自己 那首歌有很红吗 有人听过吗 但是就算只有一个两个告诉你 这些歌的故事 你就有力量可以继续往前走 对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去找到自己属于生命中的那一首 给自己的歌 对 好 我们再次谢谢Shino 林小培 来当我们第一集的来宾 Lucky 然后我整个紧张到不行 你实在还紧张到不行 我还紧张 我觉得我脸还蛮僵的 我们谢谢Shino 谢谢 谢谢阿松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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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鲁鲁鲁鲁鱼 可我還能相信誰 你早已經有人陪 是否用力的撐住 撐過就不需要被保護 一句勉強的祝福 就別再期待我歡呼 掛了那麼多又看的路 沿途經紀願我都記住 歡迎來到星雨我們 時光的劇場 不必在乎誰的眼光 不冥想 歡迎來到星雨我們 時光的劇場 時間太短 追不相接待 何必再想 就會在一起 你會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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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就在一起 可以看到她的空間